我现在是在广州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广州 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叫做沙面岛 这里原来它是一个珠界 我们去看一下吧 这个沙面岛它是5A级风景区 它是位于广州市的西面 珠江白鹅唐汉 是广州著名的外市游览区 和历史文物保护区 这个沙面岛 它是中国最富有欧陆风情的地 它这里面非常完整地保留了19世纪 英法诸界 欧陆风情风貌 我们看一下这些房子 都是那种欧式建筑 看上去都有点像那种小别墅 里面原来有非常多的领事馆 这个沙面岛有非常多的游客 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是一个小教堂 这个教堂叫做沙面堂 始建于1865年 是英国圣公会基督教堂 使用沙面堂 我们到处走一走看一下吧 这个沙面岛它的面积其实并不大 也就0.3平方公里 非常小的一个岛可以说是 这个上面的欧式建筑 有很多那种巴洛克斯 还有新古典式的那种建筑 我们看这个 有点像欧洲的那种小别墅 前面这个红色的楼 它是叫做 广州鹅坛宾馆 这一片它就是沙面建筑群 都是这种非常大的 一栋一栋的这种 欧式建筑 我们看吧 这个房子非常的漂亮 非常有特色 这边游客特别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洋楼 非常的精致 看起来 这个就是苏联领事馆 苏联祖堂商务的代表团 广州办事处 这是一个 用红砖继承的楼 还是蛮特别的 这里有个广场 有一栋蓝色的楼 很多游客 在这边开照 非常漂亮 你看看这边 我们看一下 前面是个 星巴克咖啡 整栋楼的改成一个咖啡房 这边威力场的这个 文艺小清新啊 很多美女小姐姐都喜欢在这边拍照 也尤其在外国人 也在这边 这个 上面岛上面的这个树啊 感觉都时间非常长了 这个树上面已经长满了这种寄生植物 还有青苔 这里 这边的这个公园 它叫油好园 看一下 非常有意思感 红砖楼 以前的这种别墅 我都非常喜欢 用这种红砖来盖 这种别墅楼 现在这个楼都已经改成这个 宾馆 还有一些小店 我看一下 非常文艺的那种感觉 非常文艺的那种感觉 刚刚下来一场非常大的美政河 突如其来的一场美政河 然后现在雨停了 现在关心还不是很好 那个我们再到前面去拍一下吧 我们前面看到了 这个方向看到这个教堂 这个是我们在沙面倒看到的第二个教堂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在那边有看到另外一个教堂 叫做沙面堂 这个教堂现在有开放 我们在这里外面看一下吧 这个教堂 这个教堂看起来非常的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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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再看一下 这栋黄色的小羊楼 非常的漂亮 看起来 我们赶快点 看起来